我们继续跟萨兹远大使来谈 现在目前耶路撒冷可能会被美国承认为以色列的首都 萨兹远你刚刚提到就是 其实中东现在有两个矛盾 过去我们一直说 以巴的和谈会影响到整个中东地区 但是你刚刚的意思是说 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 就是随着反恐战事告一段落 很多国家包括伊朗 包括叙利亚跟俄罗斯这边 似乎有一个新的局面成型 另外一边我们看到是 美国以色列跟沙兹地阿拉伯 也有一个新的联盟的成型 这个矛盾是不是现在越来越会超过 以巴的问题 这样的以巴问题就像你说的 变成它的优先秩序往后排 是的 首先谈到就是这个美国以色列 沙兹地的这个如果进一步的 更紧密的联合的话 我相信在长久观察中东问题的 这些人士们都会觉得非常惊讶 有许多文章最近都出来了 那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一下 对面如果是有俄罗斯 土耳其这个叙利亚加这个伊拉克 他们形成还有加上伊朗 这一线如果连成更紧密的话 那中东整个大局就改变了 姑且不论这个这边三边那边是四边或者五边到底是不是成型 这个是这个是很难比较难估计的 可是就现实的面来讲 我认为俄罗斯伊朗伊拉克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密切的密切的关系是比较牢靠 反而是以色列 沙烏地美国这方面的话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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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难真的达成 除非大家不顾任何的后果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当然后面引申出来的就是说 如果沙烏地跟以色列跟美国是有一个私底下一个结盟的关系的话 那沙烏地在耶路撒冷被认定为以色列首都的问题上面 是不是就不会这么强烈的反对 或者是表面上面反对实际上不会有实际的行动呢 我想对沙烏地来讲 如果承认美国的这个看法 接受美国的看法的话 也会对他的海湾国家等等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这个思维推到最后 我想是不是可以综合目前的现况来看 所谓现况最新的状况 除了板块移动之外 有人事上的移动 我们见到川普先生他有某一种形式风格 我们也见到沙烏地阿拉伯的新任的王储 也有相当新特别的作为 包括阿拉伯连横王公国的王储 是不是说新任新任之下 他们希望能够有所突破 或者有所解决 或者还是倒过来讲 悲观一点讲 也许他们还没有接触到问题核心所在 会不会是一种政治上的错误 我有观察点 我想可以从这些方向去看 我们再回到耶路撒冷问题 我想很多人也许不是这么理解 为什么耶路撒冷他的地位问题 是这么敏感的事情 这里面也有两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是说 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当中有三大问题 一个是过去的巴勒斯坦人在别的地方的难民 能不能回来 包括在约旦很多地方 第二个是以色列在历次的战争里面侵略 不乏取得的土地是不是应该归还 第三个就是耶路撒冷的问题 因为现在巴勒斯坦人也要认定 这个耶路撒冷是他的首都 以色列也要认定是他的首都 那不可能一个地方是有两个国家的首都 所以究竟他的地位问题要怎么样子来谈 在过去都是把它穷而不论的 可是现在我也听到有另外一批的人的说法 说川普这边认为这个问题是无解的 既然是无解 赶快就把这个问题把它定掉了 然后就把它可以摆在旁边 大家可以继续往前走 这样的说法合理吗 我觉得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 思维上面是可以的 可是为什么这个耶路撒冷 它有那么特殊的这个地位 第一个就是人文历史上面的东西 耶路撒冷这个城我去参观过 我非常非常受到非常高度的感染 因为这个城给我的感觉就非常神圣 然后我们仔细观察 原来是当今世界上三大一神论的宗教的法源地 不管基督教这个犹太教还有回教 这是第一个 而且在早前以色列立国的时候 重新在巴勒斯坦在建国的时候 联合国老早就已经把这个耶路撒冷的问题 把它变成一个变成一个国际化的变成中性的问题 所以我想如果撇开实时面的话 我想有许多老账大家会继续再算 那如果我再半分钟 我到法国读书的时候 有一位很好的朋友 他很有艺术天才 家世也非常好 后来他念法国的艺术学院建筑系 他没有通过 为什么原因 那是四十年前 随同他很多学者都在研究 如何规划 把这个耶路撒冷成成为三个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族群等等 能够共融共同生活的 结果他因为毕业论文提不出这个说法 后来就没有毕业 我只是讲这个例子 只是说这个问题 很多牵涉面 我们一时没有办法完全想到 这个事情动起来的时候 这个理由 这些因素 会不会一样冒出来 现在对于这个问题 也有一个说法说 明天川普宣布的时候 他可能只有宣布 承认这个是以色列的首都 但是美国大使馆要牵过去 可能还要往后延 也许再延个半年 甚至无限期的往后延 这是两步走的一个说法 你觉得这个可以说服得了人吗 因为有人讲说 那个大使馆要过去 并不是这么容易的 但是有人讲说 其实很简单 你如果要做的话 就把那个牌子挂到他的领事馆 在那边已经有建成领事馆 那就等于完成了牵纸 你觉得为什么他要分成两步走 我想他当然是设法缓和大家第一个印象 不要在情绪很高涨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爆发出来 可是我觉得缓和的状况 跟客观的事实很难能够连接起来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各国的大使馆都在特拉维夫 我不相信说有什么国家的大使馆 会紧随美国迁到这个耶路撒冷 这个是一个我们看十四面 眼前的面 还有重深度很深的 深层的一个问题 我比较倾向于从深层面看的问题 现在比较有可能 你刚刚说现在不可能有别的国家 愿意跟随着美国 但是也有人提到说 有些欧洲国家是不是有可能 现在欧盟他们是发表一个声明 说不会跟着美国一起迁到那边去 但是像德国这些国家 以前对以色列其实是非常友好的 甚至觉得他们觉得有原罪的一些国家 会不会跟着美国来走呢 我想如果欧洲国家的立场看 他们可以采取比较松散的态度 这个我认为有这种可能 可是如果要堂而皇之的 很明白的把大使馆牵过去 我相信这个距离是非常远的 非常远 因为有一个基本的差异 美国跟欧洲之间有差异 就是犹太民族是优秀的民族 它在到处都是成就的非凡 可是在美国的犹太人的这个群主 可能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要强大非常非常强 影响力很大 所以我认为在欧洲的犹太人即使如何赞成这个事 他没有办法结合成一股极端非常强烈的支持 我想做不到 我想做不到 所以川普之所以做这个事情的原因 有一个考虑也许是看到了整个中东 现在整个情势在开始变了 他认为这个时候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不会引起太大的一个反弹 因为沙奥地阿拉伯 因为伊朗等等因素 另外一个也有人谈到他是做这个决定 是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 尤其是他现在受到很大的压力 他更希望能够得到犹太教徒 或者是像福音派 尤其非常坚决的认为以色列 他的首都应该是耶路撒冷 这些人的支持 这是可能的吗 很有可能的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在通常都是内政上有困难 那我就在对外的关系上面 发展出一个议题 团结国内 这是一种可能 还有另外一种也是朝同样的方向走 就是说美国反正新的大政策是重返亚洲 那中东这个地方 只要我美国的页岩油等等石油开采 能源不太有问题的话 美国在全球的力量分布 恐怕从中东要撤出来 这种是一种可能 那最难让大家接受的就是说 那是不是他的个人的行为模式上 有这种倾向 就是为政者当然是重点是放在均衡的观念 那他是单线推理 那是最最最最悲观的看法 就是一意孤行的一个方式 是是是 对注目的